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金錢報 我是楊世光 帶領金錢背後的故事 稍後8點半 美國要公佈了消費者物價指數的 相关的数据 这个数据会不会影响到 美联储在5月份升息的节奏 进步出现加快或加大的力道 我们要特别做观察 我们今天标题要提到 只剩0.1% 就差0.1% 市场上距离邪恶 或是价值的重固的距离有多远 什么差0.1% 就是美国的实质利率 即将由负翻证 这是近两年多以来 首次的美国的实质利率 由负翻证 这会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稍后在今天节目 来为大家做一个观察跟解读 同时在今天晚部分 我们要持续观察 包括在现在原油价格 重新出现一个大幅转强 而主要带动的是在农产品 黄豆小麦玉米 玉米持续的走高 另外贵金属从昨天转强 到今天的续强 商品市场进一步的转变 又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们昨天在今天晚部分 特别有做一个说明 就是这一次从美国国债 从美国股市到美元变化 美元虽然升值 可是似乎美元相对不够强 美元在今天 美元指数已经占上了 100的三位数的整数关卡 可是美元指数 是不是进入一个 短线上的高点 这就是我们要特别 在稍后今天部分 为大家做解析跟分析的部分 好 我们先看到国债市场的发展 我们标题下的讨债 因为各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为什么叫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在教科书的版本 在我们投资的模型当中 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通常就叫做无风险利率的定锚 就是无风险利率 这个市场怎么叫做利率的定锚 什么是利率的基石 就是各国公债的十年期 作为无风险利率的替代跟替换 所以无风险利率的一个变化 无风险利率走高 市场利率随着风险的贴水 跟进会进不得走高 所以我们看到 不管从纽西南韩国澳洲到美国 从英国法国德国欧元区到日本 全球的国债收益率 都不断不断的一个走高跟转强 好我们看一下 在昨天到今天 我们看到美国国债 特别是20年期的国债 昨天一度突破了3% 这是2020年 美国恢复20年期国债发行以来的历史新高 20年期国债重新恢复发行的时间并不久 就在新冠疫情之后 就是2020年5月 这两年来的恢复发行 没有想到在昨天创下了历史新高 我们观察其他天期的美国国债利率 来到3% 来到3% 基本上以10年期为例 是在2018年的12月 以两年期国债是雷曼兄弟破产之前 就是2008年6月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 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攀高 这个市场上不断的一个关心 我们也带领各位过去一整年持续的观察 包括了债券利率的变化 包括了通胀预期 包括了实际利率 更重要的是 实际利率曲线的一个倒挂的风险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利率变化 我们要讲到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是只差0.1% 市场与恶的距离就差0.1% 好 我们看昨天三年期国债 创下了近三年半新高 值率收益率来到了2.83% 好 各位朋友 我们回到小框来做观察 这是五年期 五年期国债的价格 我们通常是用价格来导窜 它的收益率 这个五年期国债 从2020年8月最高点126美元 跌到昨天剩下112美元 也就是在这一年半的时间 美国五年期国债跌掉多少 跌掉了10.6% 我们看一下 在2020年第三季 你切入美国国债五年期为例 它的报酬率是多少 是0.189% 也就是五年每年的收益率 只仅只有0.189% 可是在过去一年半 就跌掉了10.6% 也就是这五年期国债 在五年前买的话 在一年半前买的话 到目前为止 相对按照机会成本角度做观察 应该是亏损的 你就算持有到到期 账面上是收益的 可是事实上相对于资金成本 跟市场上的机会成本 你一定是大幅度的一个亏损 这是五年期国债 好 观众要注意到 到期日越长 对利率越敏感 所以五年期国债 从高点以来 2020年8月到昨天 跌了10.6% 我们看一下10年期国债 10年期国债的高点 也在2020年的第二季到第三季 价格从140.7%跌到昨天 是跌到119块 也就是这一年半的时间 10年期国债跌掉了15.2% 跌掉了15.2% 好 再次跟大家提到 这个很重要 资产的期限 叫Duration 就是这个存续期 或大陆翻译叫9期 越长的 对利率越敏感 所以我们看利率都是谈生 为什么五年期跌10% 十年期跌15% 让大家看到30年期 30年期国债 从高点2020年的第二季以来 跌掉了29.4% 好 我们从五年 从十年 到30年来跟大家做分析 这是在投资学 在财务金融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必考题 你练商学院 我们练商学院 你练财务的分析 或是财务金融或投资学 必考题 这一定考的 就是存续期间 跟利率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客气一点 这个学校比较差的话 就是出是非题 好一点的出选择题 难一点 就叫你出问答题 跟计算题 怎么问呢 怎么问 存续期间长的 跟利率是什么样的关系 存续利率长的 跟利率是什么关系 就是是非题 另外就是 存续利率走高 对于三年期 五年期 十年期 三十年期 何者影响较大 这是第二种 是选择题 第三个 比较好的商学院 就要考考生论题 或考考你问答题 叫你做计算 把公式给我推导出来 这个是必考题 你念过商学院 念过投资学 或者念过finance 基本上这是必考题 决定是绝对必考题 老师必考这一题 就是利率跟存续期间的关系 Duration 大多叫做九期 我常跟大家提到 对于银行也好 对于企业也好 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在资金负债成本的选择当中 我觉得这很特别 叫九期 我自己家的叫持九期 为什么 讲个很粗的话 太久不舒服 不久不幸福 所以在商业的 每一个资金管理的过程当中 一个财务科或CFO 他们要如何去调配资产 跟负债的存续期间的安排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 跟非常重要的专业 多专业呢 多重要呢 我就剪个例子 就不好听了 让你懂没有办法 就是持久期 叫Duration 久期 太持久 不舒服 不够持久 不幸福 你懂什么 所以对于CFO来讲 不能太久 它的Duration 投资固定资产的收益 或回报周期 不能太长 因为太久不舒服 股东会不舒服 股东不舒服 你的负债成本 假如太短 你只举三个月的票 或六个月的票 你的负债很短 那叫不幸福 为什么 每天都在忐忑当中 因为你的负债的 债融资 压力风险会很大 所以这个Duration 台湾叫纯续期 大陆翻译叫九期 所以我们叫持久期 观众就掌握这个重点 这个纯续期间 是我们在观察 市场上的一个价格当中 一个非常敏感的指标 而这个纯续期间 跟什么高度敏感 跟利率高度敏感 所以我再强调 资产到期越长的 对于利率越敏感 我讲半天 为什么苦口不心 那么用力 讲这么久 请问你手上的资产 什么东西会报最久 请问你手上什么样的资产 你会报三四十年 房地产 什么东西你会报最短 现金 现金会报最短 所以现金对于利率相对不敏感 房地产对于利率是非常敏感 除了房地产之外 还有什么就是过几年大家讲高殖利率的存股方法 这个存股的意思叫存久 所以代表你的duration会拉得非常非常的长 我们举这几个例子就是一个教学 从五年期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环境都是美国国债 差别一个是五年到期 一个是十年到期 一个三十年到期 五年到期跌10% 十年到期跌15% 三十年到期跌了快30% 所以让大家了解到利率大幅走高 对我们的portfolio资产的组合要怎么去应对 你会看到什么样的风险即将发生 要特别特别谨慎 我们的经验报道很多官朋友 想购房自房或卖房的 你要记住买房要忍耐 卖房要趁着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完 五年十年三十年 什么东西对利率最敏感 就是固定资产 或是资产回报周期越长的 对利率非常敏感 这官朋友要特别来做观察跟留意 好 我们再往下观察 因为这一次十年期国债的屠杀非常的严重 我们昨天节目应该有提到 因为我们每天做一个金钱报 也做个金铁杆 有时候混在一起 所以我不知道哪边讲过 我不提到吗 我们直接画了三角形 大三角形 大部分的退休精精 他们都一定分这个科目 因为在巴塞尔3的协议之下 第一个交易为目的 一个被公出售 一个叫持有到到期 一定是这种组合 每一家银行 每一个报型公司 或每一家大型的财务部门 他们有不同组合 有可能把交易为目的比重拉很高 把被公出售拉得很小 剩下叫做持有到到期 也有可能 有可能是交易为目的很小 被公出售很多 持有到到期很少 不同的组合 可面对债券的疯狂屠杀 不管是以交易为目的 还是以被公出售为科目 任务的 会计科目任账的 还是以持有到到期的 都面对债券市场屠杀 所形成的压力 所以最近债券市场是一个多杀多的格局 我们看这一次美国国债 乃至于全球国债跌幅有多大 你知道吗 这一次的一个跌幅 远远超过2008年的金融海啸 直追网路泡沫 直追网路泡沫 官面要理解到 先是美国国债屠杀 引爆了网路泡沫 而不是网路泡沫 引爆了国债屠杀 这个顺序优先 你要知道说为什么国债屠杀 国债重挫 我们那么担心 因为上一次的经验 可以做对比的观察 就是美国国债垮了 顺带的把网路泡沫给戳破掉 记住 所以这一次美国国债垮了 会戳破什么样的泡沫 现在还不太确定 虽然已经有现象 包括科技股的大跌 特别是成长股 以半导体板块的大跌 已经出现这个现象 可是你要知道 它基本上一定会等到 泡沫破灭之后 国债的跌势才会接近尾声 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官方的政策 可能会逐渐的从鹰派转鸽派 跟大家来做个分析跟预告 好 我们再往下观察 因为按照全球的债券指标 这边是用蓬勃的美国债券 中国指数来衡量美国债券市场的 一个替代指标 就是看全美国的债券 除了国债之外 还有包括了各式一样的债券 其实从去年8月6号的高点 119.73 可以用点来讲 119点 跌到今天是104点 半年左右的时间 跌掉了13% 所以我们看到 这才之前提到 这是本世纪以来 国债市场最严重的抛售 我们记好这个图 这个是美国国债蓬勃的债券 中和指数 指数化编列 从8月6号的高点 119 跌到今天104 波段跌幅跌到13% 另外从波动率跟观察 它是本世纪最大跌幅 好 我现在要做个置换 做什么置换 我们把底下的跌幅 跟美国S&P500 来做一个对应 跟做一个对比 好 各位们你看再次的价格 债券也是一个大类资产 房地产也是个大类资产 商品也是个大类资产 外汇的选择也是个大类资产 我们看债市 债市基本上已经跌穿了 整个新冠疫情以来的起长点 所以它已经跌穿了 这个跌穿 你懂你技术分析都知道 那是一个大型的头部 这个头部已经做确认 而且头部很漂亮 这头部很漂亮 各位朋友 它是一个大型的头肩顶形态 为时多久 为时超过了三年时间 这个头 这个头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才完成 所以你要知道 未来虽然可能跌势会暂时停止 可是要化解头部的压力 至少对称三年 好好不要对称一半好不好 一年半 所以这跟债市的空头已经形成了 而且已经确认了 好我们看一下股市 看一下股市 假如以这个位置做观察 以这个位置做观察 官媒要抓这边 就这个位置 抓过来 S&P500 官媒要S&P500 请问他要离 现在是4400 412 这个位置是2931 这个位置是2931 请问美国股市 假如要跟随美国国债 来进行修正 这个波段的跌幅 仍然非常非常的深刻 他们今天什么关系 你说再次跌 关股市屁事 搞不好是再跌 然后钱转进股市 我特别提到 现在很多投资人 都把股票当作 永久持续经营的假设 这个会计很重要 就是永久经营假设 永久经营假设 所以你认为每家企业 都会长命百岁 台积电 贵州茅台 都会活两三百年 永久的 我跟你讲 只要你对企业的寿命 跟产业周期 预估越久 它就越像一种债券收益 只是它的报酬率 是来自于红利 当然也就是现金流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债市这样发展 股市 不要说跟债市一样跌 只要债市一半会跌到哪边 这关系要特别做观察 跟留意 跟追踪的方向 好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因为这个是美国股票的 殖利率 跟债券的殖利率关系 缩小到2009年以来新低 那什么意思 就是你有一个选择 一个是把你的钱 摆在股市 赚取 盈余 分红 另外一种选择是把钱放到债券 这中间的差距 就会是你的机会成本 当然我们希望债券收益率越低 股市的机会成本就越低 就越适合投资股市 当这个差距越小的时候 代表你机会成本越高 你假如投资股市所冒的风险 可能并不能够满足你对于未来回报的预期 这要特别做留意 好 我们再往下观察 在昨天晚上有个鸽派的美联储主席 叫芝加哥美联储主席 艾文斯 因为芝加哥分行在美联储当中 也算是个大分行 它主要主管的是中西部 包括了美国的主要农业代 也是美国的物流中心 也是过去传统的铁锈带 所以艾文斯 他们基本上对于就业 对于失业率比较敏感 因为芝加哥美联储 跟纽约美联储不太一样 像旧金山美联储 关心的是高科技 纽约美联储关心的是华尔街 芝加哥美联储 它的那个地方 它就非常在乎的 就是第一产业跟第二产业 包括了农业 包括了制造业 所以过去芝加哥美联储的 分行总裁都很割 为什么 他们不担心通膨胀 他们只怕经济不好 所以它是传统的割派 在昨天他特别提到 5月3号4号美联储的 利益决定会议 他认为有可能加行0.5个百分点 加行两码 这很特别 因为他是过去 不怕通胀 只怕经济不好 算是割派 在昨天的讲法中 也开始出现态度的偏移 跟转变 这加大了什么 就我们今天要特别提到一个重点 美国的实质利率 在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 快速的翻扬 快速的翻扬 最低 这一波最低 大概在0.6 负的0.6 到最新的一个数字 昨天数字 迎来到负的0.12 好 观众朋友 这个图我们再先往 等一下看 我们看这个长天期 这个图应该是从2003年 美联储公布数据开始的 美联储开始公布了 发行了Tips 抗通胀债券 从抗通胀债券的一个对赌 金钱包我们节目之前解释过 为什么叫Tips 抗通胀债券 从抗通胀债券 中间的一个交易的成本 跟交易员的心态 可以算出通胀预期 这是从2003年开始 也是美联储跟市场公投 透过工具的创息 出现了巨大前进 巨大进步 所以2003年才开始有这个商品 而这个商品折算出的通胀预期 让我们对于实质利率 有更清楚的了解 这是美联储为了跟市场进一步 共通 格林斯班在任内最后当中 所创新的一个工具 因为不然美联储跟市场 有时候共通很困难 你还记得格林斯班吗 20年代格林斯班 每次讲的话 我们都不懂什么意思 讲得很哲学 所以有时候市场沟通不佳 所以有个非常客观的指标 让美联储跟市场有个良好 双下沟通的一个平台 什么平台 就是所谓抗通胀的债券 这个之前看我们经验报节目 我们就结果这个说明 所以今天我们不针对产品做说明 我们只对结论做观察 我们最关心的是绿色这条线 绿色这条线叫做实质利率 实质利率 好 各位朋友实质利率 其实要转回负值的机会很低很低 上一次负值就是QE2到QE3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 上一次施率为负 因为美联储不是就是QE1 QE2 QE3吗 就是位置 从QE1到QE2到QE3 直到把美国的实质利率打到负值 那这负值代表什么意思 叫金融压迫 金融压迫 金融压迫 国美金融压迫 叫金融压迫 就是透过榨取存款者的利息收入 来补贴负债者的压力 也就是劫负寄贫 叫实质利率 劫负寄贫 透过压榨储蓄者的利息 实质收入 实质的利息 购买利益 来补贴负债者或杠杆者的利息支出 跟利息成本 这是一个金融压迫的行为 当然压迫不能太久 为什么 因为压久之后就变成了共产 共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概念 在马克思讲还在的话 他一定会写这个专文 一起写10万字 金融压迫 这当然是必要之物 因为随着美国房地产能泡沫破灭 吃到海啸 所以当时为了给杠杆 给负债者 给金融系统 带来一点修身养习的机会 所以采取了一个实质利率为负 方法就是QE1 QE2 QE3 包括OT 基本上就是这个过程 后来随着利率 就回到了0以上的水准 或许不高 但对于储蓄者 存宽者的压迫 没有那么严重 可在新冠疫情之后 再度出现一个压迫行为 而这压迫行为 非常非常的犀利 非常非常的修悍 一度把实质利率打到负的1.19 而这个过程会使得负债者的成本 变成负的 储蓄者跟拥有资产人 他的报酬率为负的 你会干嘛 你会从资产端 转为负债端 从资产端的管理 转为负债端管理 所以当实力率为负的时候 这时候投资产就有生意可以做 因为所有人都在做负债端的管理 怎么管理 不断的杠杆 就不断的举债 因为只有扩大负债 才需要管理 当实力率为正的时候 你是扩大资产 减少负债 你减少负债 负债就不需要管理了 所以这段时间是一个负债驱动资产负债表的过程 好 再讲掉 资产负债表 左边是资产 右边是负债 它是个很冷室 从英文名字看出来 balance sheet 基本上它是个平衡表 所以有多少负债就有多少资产 到底是资产驱动负债 还是负债驱动资产 好 观众我们可以明显 当实力为负的时候 就是负债驱动资产 可是负债的风险就在利率 就在实力率 而实力率到了今天 到了昨天 已经来到了负的0.12 快要由负翻证了 也就是过去一段时间 从负债端驱动资产负债表 扩张的动能 正在出现一个转捩点 这个转变将会非常大 假如我们从实力观察 因为这一波的实力率为负 其实进行了太久了 所以它未来一旦 做一个转强跟修复 它会非常非常的惊人 我们先不要讲前段 光是这一段资产价格的修正 跟贫富就要非常大的 一个价格修正的压力跟变化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要观察 所以这波美债利率的大幅走高 大家特别理解到 主要的你看这是实质利率 主要美债是这条蓝色线 到底是谁把它推高的 通胀预期贡献不到三分之一 主要是实质利率的贡献 非常非常的惊人 这要特别做观察 而实质利率它对于经济 对于自然价格影响 会大于国债的利率水平 好另外我们看 导购时间没时间讲 我们看一下全球国债 英国国债也创新高了 包括了30年期50年期都创下了 2018年12月以来新高 这让我们观察 包括德国国债的殖利率 也是创下近三年新高 包括了短天期国债 更是创下近八年的新高 近八年的新高 我不知道同志人 你的投资经历有多久 有没有八年 现在回到八年前 又是十年来的新高变化 我们看欧洲地区的国债 不管是从原来负利率的 意大利丹麦瑞典 现利率全面再翻证 好观众我们看这张图 这是2021年5月18号 这是2022年的2月7号 这是刚刚今天最新的图 这张图是什么东西 跟大家报告一下好不好 我们纵轴 纵轴就是各个国家跟地区的名字 美国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马尔塔 葡萄牙 西班牙典 这边也一样 美国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马尔塔一样 纵轴 这一块都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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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轴是什么 横轴是它债券的年限 从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到一年 两年 三年 到十年 到二十年 到五十年 时间点 这个交叉表看到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国家国债 它利率的水平 绿色代表它是正的 红色代表它是负的 我们看一下 在2021年5月18号 也就是大概一年前 其实负利率的债券 不管是短期的票券 还是短期的债券 还是中期债券 其实占据大部分的版图 到最新变化我们看到 其实你看到一年期以上 接下来一年期以上 几乎所有的债务 都已经从负利率翻成正利率 这个世界的资产的一个结构 跟配合 已经出现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跟过去这五年 将近这十年 从欧债危机 美国政府债务上限 关门2012的危机之后 这十年的转折 似乎走到了一个关键的镜头 我们再看一下 包括亚洲 包括纽西亚 澳洲 最近债券市场 像澳洲的殖利率 十年期国债的报酬率 创下2015年7月的新高 2015年7月新高 就买国债 报酬率多高 3% 已经凸3%了 连韩国 韩国的国债收益率 都创下了近8年新高 全球的报酬率在算新高 国债它一直在跌 我们讲 最大的利空就是涨太多 最大的利多就是跌太深 国债大跌利率弹升 它仿佛像一个资金的黑洞 一个资产的黑洞 向所有投资人在招手 什么意思 选我选我选我 买我买我买我 你买我之后 有国家作为一个保证 给你10年 每年3.3%的报酬 每年33% 今天买它就是33%的报酬 就未来10年 这就是一个资金黑洞 请问像韩国股市为例 韩国有多少上市公司 能够保证未来10年 每年都能够配息3.3%呢 这就是一个置换过程 你是要相信政府 还是要相信三星 还是要相信现代 还是相信大鱼 这就变成投资人一个决策行为 这个决策动作 就会影响资产的一个改变 好 最后我们看到 昨天美国拍卖一个三年起 规模是460亿美元的国债 国库券 得标利率是2.738 前次得标率是1.775 我们看到什么现象 也就是美国一个长期举债的政府 它的负债成本 几乎拉高了有六成之多 美国国债 美国要借钱人们大幅拉高 当美国国债的融资 他们不断拉高 不要再高了 维持在这样的水平 美国每年要付出的利息支出 就已经是6000亿美金起跳 每年就是6000亿美金起跳 也就是美国政府 收到税的5块钱当中 就将近 将近还不到 大概就1块钱是负利息 这种产况 美国会发生什么事情 加税 所以先不要看加息 当债务发行成本不断走高 市场力量不断推动之后 这会使得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 跟支出不平衡 最大压力并不是财政补贴 并不是紧急不好 而是利息会压垮 美国政府目前的收入体系 什么选择 加税 所以加息之后 会不会出现加税的压力 这也是关面要特别留意 跟掌握的方向 好 我们昨天节目特别提到了 美元比我们想中的弱势 虽然它很强 今天占上美元值100 因为我们测幅满足100.9 只有寸不知咬 可是我们昨天提到 在新兴市场或货币大量 外汇市场全面屠杀之际 大量的钱流出 却没有流向美元资产 钱到底去了哪一个地方 去了哪一个转角口 被人洗劫了呢 休息一下 我们就回来观察 今天油价的反弹 配合这两天贵金属的大涨 还有黄豆小麦玉米 在今天重新的转强 这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新投资机会 我们休息一下 在今天部分 为大家做进一步的观察跟解读